看看車不斷在查德油田區來回測試 中油在查德生根超過十年 終於有點成果 然而中國廠商華信 卻能搶食石油的利益大餅嗎 他是葉簡明 中國第四大採油公司 華信能源董事長 2016年1月拿下中油在查德採光權 70%股份中了一半 當時時間點是台灣總統大選剛結束 適逢政權輪替前 麻政府執政末期 中國華信能源第一時間 更馬上派駐人馬搶奪領導職位 26席核心位置中 華信搶走八個職缺 中油緊急捍衛 才留下總經理 營運以及探勘技術副總 然而華信依然拿下生產經理 這個重要的二把手職位 2016年中油在查德就經歷一場 跟中資的人士工坊戰 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因為更驚人的是葉簡明的解放軍背景 南華早報報道 中國政府追查葉簡明就發現 他的快速崛起 竟然是因為他是江澤民系人馬 有上海軍方在背後撐腰 為什麼要在這個政權交接前 做重大的交易決策 交易的對方竟然是來自於中國 與解放軍有相當關係的 中國的公司 中國華信看似大方幫中油 紓解開採的財務壓力 背後卻是蠶食精吞的內幕 當年麻政府卸任前的決定 讓中油如今陷入被中資佔便宜的危機 三立性五成並且好 台北撐不倒